3 2 1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世界多奇妙的單元 我是劉真 歡迎今天的來賓請您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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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您剛剛有跟我講 我從 Ce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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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台灣朋友們很喜歡去Cebu 而且Cebu的最有名就是 大家去那邊學英文 所以Cebu的朋友英文是非常的比較標準的 我們不能比標準了 可能就是教育還有環境的這個部分 可能就是大家很喜歡去Cebu學英文 在之前也有機緣在四方報的時候 那時候有寫過一些專欄嘛 所以是用菲律賓語的那時候是這樣子寫 我們就寫我們的菲律賓的 大家知道的Filipino or Tagalog 所以其實你Tagalog也是會的 大家都會 家裡會好幾種耶 你從小就多語 很多菲律賓人就是會學到很多語言 就是最少三個語言吧 就是英文 Tagalog 然後我們的季節的母語 但是目前你除了飛台之音 還有做其他的工作嗎 比方你對美容是有興趣的 看這個請您就知道 我們現在其實有做直播 之後你會放在網路上 真的超美的 那就馬上就自行才會 謝謝 我是專業的主持人 主持是台灣的活動 跟菲律賓的活動 還有其他一些 然後都是會去學校 要做那個forum 就是 inspirational speaker 就是演講 分享一些多元文化 他們深的了解菲律賓 那美容的部分就是因為 我從以前生小孩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一些媽媽們 會有一些心不開 因為他們覺得生完後就變很醜 然後因為那樣 我們都有這種感覺 對 因為那樣就是我把那個力量 就變成給他們一畫面 就是不是因為你生小孩就沒有辦法回來 你事前的那樣子 就是要努力 真的 就是不要忘記你 你不會你是一個媽咪 你一個老婆 你也是一個女人 所以你還是要照顧自己 當然需要時間 當然需要努力 可是如果你做得到 你會很開心的 我的那個化妝真的 你會嚇一跳 因為是自己學 哦 自學的 對 然後後來就找到一位老師 然後我跟他們一起做好 幫忙阿姨們化妝 可是其他像我現在的妝 都是自己處理的 都是自己處理的 學了這些美容之後呢 對自己對家庭 或對朋友 有沒有什麼幫助 當然有 因為比如說有一些朋友啊 他們就是覺得他們很醜 然後就沒有信心 其實美麗是你積極看今世開心 那是一種美麗 因為美麗不是有pattern 看到你的你積極在今世上面 你起來後你很開心 那個開心 你就會分享到你的孩子 然後呢 就其他人在你的旁邊 就會很開心的 那我想老公看了太太變美 應該也是很開心 是 因為他們壓力那麼大 他們工作那麼累 一回來 老婆很漂亮的微笑 因為他很開心 他就會很開心了 不是打扮很重要 就是因為那個會幫忙 心裡會好一點 其實我們一般看到菲律賓的朋友 都會想說他應該是黑黑的 個子小小的 但是琪妮給我們感覺不是這樣 他白白的 我還說琪妮比我還要白 我比較像菲律賓人吧 台灣的朋友對菲律賓的朋友 可能有些刻板印象 我說的比較不好一點 可能比較懶惰一點啦 比較沒有那麼愛工作是不是 雖然我們說好像蠻多的菲律賓的瑪莉亞 來台灣這樣子 其實那個部分呢 我聽的應該是很久以前 可能說12年前 剛來的時候 應該會不舒服 因為我一開始來就是都是那樣的說法 讓我很習慣 就會讓我想到我怎麼回答 台灣人大不了解菲律賓人 我怎麼說呢 就是像台灣人那樣 其實台灣人沒有羈絆的皮膚色 我只能會說 你有沒有去過菲律賓 然後他們打就會說 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聽過書 沒有 那趕快去菲律賓 因為有710多個頭可以去看 去菲律賓你就真的看得到很多種的臉 然後另外就是 人多啊 因為像台灣人很急 我們的菲律賓很relax 就是因為文化的關係 台灣的生活上是 一定要做很多事情 那菲律賓那邊比較輕鬆 我鼓勵大家認識文化 再會知道原來不是人多 像現在我的朋友們 想不到他們是在這邊工作 可是把他們的 Day of Pixelnatics 他們是攝影師 他們把自己的休息時間 來這邊拍照 所以算已經沒有休息到了 所以真的是很努力 那應該其他我們認識的 Maliyah 那個以前我有去參加一個節目 跟那個Paul Lee 她是很有名的一個主持人 電視台的主持人 跟她合作兩次了 她也問我什麼Maliyah的這個印象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人很喜歡 short cut的教法 一說就知道了 所以Maliyah就知道 是菲律賓很會做家事的人 那因為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很多來的菲律賓就是在家事 可是現在的菲律賓真的是角色很多 不一樣不一樣 所以我有去過很多菲律賓活動 還有台灣的活動在南部那邊 噢 全台灣跑透透的 是的 然後他們其實 菲律賓的印象已經差很多 而且也沒有皮膚的這個印象 因為他們原來也都看到 菲律賓很多都是 哇 很美啊 他們覺得我怎麼那麼美 因為有一些活動就會有各地的姐妹 是的 你就會推翻自己以往的一些刻板印象 Yeah 已經很公開到現在 就一直撕播一些很多 菲律賓的那個左手模特 都看到真的是差很多了 現在科本印象真的越來越少 所以感謝台灣 我覺得外國老師都是歐美來的 對 可能就是要白皮膚 這個黃頭髮的 金黃色的 你也會有被別人這樣的要求嗎 我那時候一開始 不是因為他們覺得我的英文不好 他們就希望我們這邊的小孩子們 比較不會嚇到 一開始而已 後來他們就沒有什麼care 因為他們就看到我的教育跟方法 真的是追小朋友們 真的是很有用的 菲律今天有帶兩個小朋友來嗎 她平常也會跟小朋友講母語 講英文 中文 我覺得這樣多語的教育很好 四種 因為台語 國語 對 爸爸也會講台語 所以你小朋友比你厲害 還多了一種 其實我要加強一下那個英文的老師 目前呢 越來越多菲律賓英文老師了 因為我沒有很久就是有 也有上那個 Global Views的節目 電視節目 然後他們也都在介紹 菲律賓英文老師了 然後來這裡還有網路上 跟在菲律賓那邊 真的都在介紹菲律賓英文 像我們台灣結婚之後 可能都女生要嫁到南方的家裡 然後跟南方的家人一起住了 菲律賓的朋友結婚是這樣嗎 不是 一定要搬出去 也不住男生家 也不住女生家 對 因為我們的想法就是 你結婚了以後 你一定要獨立 因為你們變成一個家 不管你多大年紀結婚就是要搬出去 當然了 當然了 其實那麼小 不可以結婚了 就一定要 對 因為最少那個女生 女房那邊一定會說 那你可以養我小孩了嗎 所以你真的是給能力了嗎 所以就沒有公公婆婆一起住這樣的問題囉 當然沒有 就真的小兩口兩個人住而已 對 然後其實在 家人會在附近吧 不一定 也不一定 看你們喜歡 就是小孩子很自由 看你們搬哪裡去 或者有家裡哪裡都可以 那重點 因為那個就是真的是文化差別 所以我一直介紹跟姐妹們 他們可能不要想的很痛苦 因為這裡的習慣就是要跟公公婆婆一起住 為什麼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文化 第二個就是這邊房子很貴 真的 然後有一些就是兒子一起賣那個房子 所以兒子幫忙付那個家庭 所以大家就一起出了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就要知道這一塊 在你們不會很傷心 一般姐妹都會問說 為什麼我們不搬出去呢 是 然後他們了解了以後 其實因為我已經12年 我跟姐妹們 跟他們把這個問題解決很多次了 所以懂了以後 他們就知道怎麼辦了 我跟我的先生 我們每一個 每一步 我們都有計劃 我跟他都會常常溝通 然後就是要先一起跟媽媽爸爸合作 要認識一下 然後過這個時間 好了我們就搬出去了 是這樣子 應該也是這樣 要多了解你的另外一般的家庭 因為你認識 你才能跟他們配合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他們 我們台灣就是我們的第二個家庭 你來介紹一下 他有一個飛台之音 Yes Feed that voice Yes 這是一個網路媒體嗎 Yes 因為我就是一個愛國家的人 那為什麼 叫Phil Thai 因為Phil就是Philippines的Phil 然後Thai就是台灣的Thai 那這個就是代表兩個國家 這個飛台之音 就是你們看得到在YouTube YouTube上面就是我拍的影片 我拍的Movie 喔 電影 還有紀錄片 還有我自己做的 你不知道的菲律賓 的文化 還有台灣新聞跟菲律賓新聞 那為什麼我一直做這個交流呢 因為我希望把Culture Gap Hurt來 減少一下文化差異啦 對 在我們的科本音聲 就真的是越來越少 或者有科本音聲 越來越棒 不是那種 對 不要就砍皮膚或者頭髮 對 因為那個是真的我們 對 有科本音聲沒關係 但是希望是正面一點 Yes 就因為這個 其實那個科本音聲 應該追別人 應該是來的會很受傷 嗯 可是後來就會覺得 真的是了解菲律賓太少了 你也會幫新住民朋友解決一些問題 對不對 當然 都有 你還有募款耶 來回饋自己菲律賓的 這個偏遠的地區 對不對 對啊 都在真的啊 總 怎麼變漂亮 怎麼 怎麼跟老公嗨出來 或者什麼找到工作 怎麼找小朋友都有 在我自己的FB上 我有自己的直播 Speak up Monday 因為 後來我有talk about depression 就是醒不開 很多一些姐妹們 傷自殺 不是只有面對菲律賓 很多台灣朋友們的媽媽們 就是家庭祝福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做這個的直播 為了我們的姐妹媽媽們 跟我一樣家庭祝福 嗯嗯嗯 我因為我 我的經驗 可以分享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有一個 一點點的印象 可能 他們可以利用 放在身上 然後就可以 越來越開心 當然請妳可以做這些 讓自己很有自信的事 除了自己很棒之外呢 老公也是 當然 昨天我在寫 對 因為在路邊 我看到很多一些爸爸們 感覺好像 沒有靈 所以我昨天寫了一封信 在我自己的FB說 男生也是美的 嗯嗯 然後我們可能 多聽他們的心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哭 可是他們的心 也會很受傷 嗯嗯 所以真的我覺得 我們女生 要多 多了解男生的心 因為在台灣其實 我們的文化是不長話的 嗯 那很多就是媽媽 比較說不出口啦 其實有些事情 要說出來溝通一下 然後有一些媽媽們 也不知道怎麼表達 所以希望大家都看我的 Speak Up Monday的影片 在我的自己的 Hello Filti YouTube Channel 以後想多了解她 就要上她的Filti The Voice 今天節目就到這 感謝您的收聽 下回見了 拜拜 謝謝請您 謝謝 拜拜